南太平洋友邦 圖瓦魯的新任總理戴斐利 在2月29號向多國的媒體來表示 跟台灣的外交沒有問題 目前也沒有打算要改變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好 可以聽到戴斐利他強調 自從圖瓦魯在一九七九年 跟台灣建交之後 目前是太平洋島國中唯一的一國 從未和中國及台灣談判的國家 也沒有打算要改變這種外交關係 1號在接受美聯社視訊訪問時 戴斐利他也表示與台灣的關係 純粹基於兩國同樣有民主價值 改變邦交對象絕對不是圖瓦魯人民的議題 他並且也希望與台灣重新談判 發展援助協議 而氣候的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仍然是首要之物 Hello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